总统这次出访的行程 结果碰到了美国国务卿西亚蕊的时候 并没有称她是国务卿 反倒称呼她为柯林顿太太 是不是有失外交礼仪呢 来自立法院的最新早起 我们的立委说只要双方OK就可以了 柯林顿太太称她其实在外交上有点失礼 我认为他们西亚蕊主动走过来 他们相互的一个交谈 那种是很轻松愉快的一个方式 怎么样一个称呼只要对方感觉可以 我觉得不要用太严厉的眼光去要求 尤其是在外交上面应该是达到 这个基本的国际礼仪 而双方觉得OK 我想国人这样吹毛球师也不是很好